时事的詹姆斯来自一个神奇的家族 他的主妇每当看见美女就会暂时失明37分钟 而他的父亲每当感到害怕时 周围一切机械装置都会报销 詹姆斯的母亲发作时 父亲由于过度紧张 在送母亲去医院的路上导致车辆熄火 母亲生下詹姆斯后也离开了人世 几年之后詹姆斯的主妇也去世了 主母在金里丈夫和儿媳去世之后 似乎明白这一家是被诅咒了 因为担心詹姆斯的安全 主母决定把关于家族的所有事情 都一无一事的告诉他 并时刻关注着詹姆斯 得知这个消息的詹姆斯 无时无刻不想知道自己拥有的超能力 于是骑着自己心爱的小车车 奔驰在农场的小刀上 没成想摔得满身是伤 惊慌失措的他赶紧找到父亲和主母 因为他发现自己家的奶牛好像出了问题 父亲慌张的跑到农场上 发现家里的奶牛已经全部死掉 大片的草地也开始枯萎 父亲愤怒地质问詹姆斯 这是个什么情况 面对无话可说的詹姆斯 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在他身上 他一巴掌将詹姆斯打倒在地 对他拳打脚踢 此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詹姆斯鲜线地流出 周围的花草开始枯萎 父亲也吐血倒地不起 就连他的主母也难逃一劫 詹姆斯并不知道 只要他害怕或者流血 白米内的所有生物都会失去生命 这就是他的超能力 一瞬间詹姆斯变成了孤儿 被送到了孤儿院 但在这里 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孩子们嘲笑他 排斥他 经常将他的衣物藏起来 还好同龄的菲尼 不仅给他找到衣服 还会半夜给他送食物 这让其他的熊孩子非常不爽 将食物直接扔到楼下 逼迫詹姆斯下楼捡 可刚到院子里 就碰到了开院狗的攻击 因为害怕 詹姆斯再次爆发了超能力 大狗直接隔屁 熊孩子都觉得 是詹姆斯杀死了大狗 一群人开始围攻詹姆斯 正在大个子准备一棍棒 将詹姆斯打倒时 菲尼即使出现阻止 但实力悬殊 菲尼被一把推倒在地 就在大哥准备挥下棍棒时 突然吐血倒地 熊孩子们像奶牛一样 全部倒地身亡 詹姆斯惊恐地奔跑 在屋外遇见了菲尼 菲尼侥幸活了下来 但身体明显发生了变化 为了不再伤害任何人 詹姆斯拼命向森林深处跑去 消失在丛林里 多年以后的一家医院里 一个叫梅的女孩 听到了母亲和医生的对话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她 穿好衣服准备流出病房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珍惜每一天 仅此而已 与其在病房等死 不如好好享受剩下的梅疫苗 在花园里 梅遇到了菲尼 因曾经被詹姆斯的超能力 伤到肺部后 菲尼需要长期靠着呼吸器生活 她一直喜欢梅 在得知梅要离开医院时 她希望梅能留在医院 接受治疗 但梅并没有听菲尼的劝阻 独自向森林深处走去 她要逃离这里 梅有家族性遗传癌症 她的癌症 就是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 郁郁寡欢的梅 在丛林漫无目的地走着 前面迷雾重重的森林深处 一片四季 到处都是动物的尸骨 但在这时 天空下起了大雨 信号前面有间小木屋 梅赶紧向木屋主人求助 不过主人似乎并不想开门 主人看她可怜 还是轻软收留了梅 而木屋的主人就是长大后的詹姆斯 第二天 两人相互自我介绍 詹姆斯从内心害怕伤害梅 梅也害怕自己传染詹姆斯 肚子饿的梅 用自己的随身厅和詹姆斯交换食物 对于梅所说的一切 与世隔绝已久的詹姆斯都很陌生 梅发现 詹姆斯木屋周围寸吵不生 没有嗜好的生命迹象 但詹姆斯并没有对梅说出真相 随后 两人来到河边聊天 梅告诉詹姆斯自己患有癌症的事实 这个月做了两次手术 但都没有成功 癌细胞已经扩散 医生也束手无策 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第一次对陌生人诉说心中的痛苦 梅心情释怀了不少 两人静静地躺在河边 享受着片刻临近 回去的路上 詹姆斯交梅吹口哨 两人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梅要回去医院 虽然只相处了短短的一天 但梅的离开让詹姆斯心里空荡荡的 此时他发现的梅 一诺的随声听 他兴奋地飞奔着去寻找梅 看到梅的詹姆斯热血沸腾 激动了他 焦一滑从小坡上滚落下来 头部小心撞到了石头 牛血晕倒过去 一瞬间 天空乌云密布 树叶偏偏落下 刚刚含绿油的树叶 马上变黄腐烂 白米内的动植物全部遭殃 当梅发现詹姆斯时 他已经被掩埋在了诺夜之中 幸运的是 他还活着 而梅也并没有因为 詹姆斯的超能力有任何不适 詹姆斯起来后 将随声听还给了梅 于是同时 梅的母亲带着警察 正在身临四处寻找梅的下落 梅带着詹姆斯赶紧躲进了山洞 她不想被找到 也不想让他们发现詹姆斯的存在 詹姆斯说 你应该回去的 但梅觉得自己不能丢下 受伤的詹姆斯不管不顾 两个绝望孤独的人 相互依偎着温暖对方 回到家后 詹姆斯让梅赶紧离开这里 梅不明白 詹姆斯为什么要赶走自己 担心没安全的詹姆斯 终于忍不住 说出了事情 她告诉梅 梅人能待在自己的身边 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因为她有可怕的超能力 自己没办法阻止她 这是他们家族的遗传病 只要她一流血 白米丽的所有生物都会死亡 她的母亲因她去世 父亲和祖母也被她的超能力杀害 去到孤儿院后 自己又开始发狂 好像被什么附身一般 那些欺负她的熊孩子 被她一个个杀害 她想过与她抗争 但是已经太迟了 当时她只想逃跑 在院子里遇到了 延延一切的菲尼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继续待在那里 所以一直想森林跑去 跑了很久之后 才发现自己迷奴了 饿坏了的她 找了一些浆果冲击 却食物中毒 晕倒过去 她在树林里 生命垂危之际 却被一个好心的老爷爷 救了回去 老爷爷一直守着她 照顾她 醒来后 她祈求老爷爷赶紧离开 但好心的老爷爷坚持留下来 几个小时后 自己醒了过来 而老爷爷已经身体冰冷 全身被树叶所覆盖 詹姆斯一直心怀泪疚 老爷爷救了自己的命 而自己却害死了她 詹姆斯说这番话 就是想让梅离开这里 让她相信 跟自己待在一起 最终也会被自己伤害 但梅坚信 自己的生命会由自己决定 而不是詹姆斯 时时的詹姆斯孤独的心多了些许温暖 两人相互依偎在一起 詹姆斯看着梅的手告诉她 她这一生会长命白睡 会有很多孩子 给他们取各种好玩的明智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相互取暖 就这样度过了温暖的一夜 第二天 詹姆斯醒来时 梅已经不持而别 詹姆斯也惊奇地发现 已经枯萎了好几年的大树 今天却发了心牙 就连死去的鸟儿都起始回生 曾经毫无生气的地方 长出了许多绿油油的小树苗 这正是詹姆斯心中的爱 拯救了他们 这时 警察找到了詹姆斯的住所 被警察发现了他 害怕地赶紧逃走 摆脱警察的詹姆斯 不久后返回了临终小屋 他折了一个新的枝丫 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梅 逆边 梅已经回到了医院 菲利着急地过来看望梅 冲梅穿过来的上衣 菲利坚信 梅找到了詹姆斯 他劝梅 不要靠近詹姆斯 在他行中 詹姆斯就是一个杀人犯 他的双肺也是因为 詹姆斯废掉的 他正恨詹姆斯 可梅并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詹姆斯 并不是故意的 自己喜欢的人 竟在袒豁自己的仇人 菲利怒不可遏 气氛的菲利找到警长 控诉詹姆斯的恶心 情绪一度失控了他 差点背过气 可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医生惊喜地发现 梅的病情 似乎有了好转 他的癌细胞 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晚上天空下起了大雨 詹姆斯趁着黑夜 偷偷溜进了医院 他想要找到梅 却被菲利撞见 菲利一见到詹姆斯 就露气之爆满 拿着手术刀 就要上去复仇 还好体力不知 导致他摔倒在地 詹姆斯像一个 双目失明的孩子 询问梅的所在 两人一见面 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詹姆斯拿出发芽的 枯木树枝 告诉梅 昔日枯萎的树木发了心牙 每一个分支上 都有一个花蕾 木屋的四周 到处都有小鸟在飞翔 而这一切生命复苏 都是因为我遇见了你 是你 让我的超能力 发生了神奇的大转变 将死亡力量 转换成了生命的力量 两人兴奋相拥而眠 这或许是詹姆斯生命中 唯一的温暖时刻 此时世民的小男孩发现 自己恢复了实力 万物恢复了生机 第二天一大招 菲林暗想了 活进暗流 所有人都要去 电梯处集合 这样他就可以抓住詹姆斯 此时 护士惊讶地发现 骨折的男孩 早已康复 可以随意奔跑 其他的病人们 陆续发现 自己的病居然好了 菲林的肺也好了 只是他还没发现 梅带着詹姆斯离开 却不想被人群冲闪 这时 菲林终于和詹姆斯相见 他追随着詹姆斯 跑了出来 一把抓住詹姆斯 他正恨詹姆斯 伤害自己 更恨詹姆斯 欺骗梅 抢走自己心爱的梅 他不听詹姆斯的解释 一刀筒在詹姆斯的腹部 见识不妙 非你赶紧开溜 随着詹姆斯受伤流血 天色骤变 万物又开始枯萎 詹姆斯可怕的超能力 又回来了 正在这时 梅找了过来 不想伤害任何人的詹姆斯 拼命向前奔跑 说到之处 无疑击面 可梅依然紧追不舍 最后为了救梅 詹姆斯选择投呼 救人心切的梅 也跟着跳下了水 他在水里找到了詹姆斯 不断地为詹姆斯输入洋气 既然爱能拯救一切 那也行拯救 拯救詹姆斯 可最后 詹姆斯还是沉入了湖底 而那些枯萎的草木 又重新焕发出生机 一切又恢复到最初的模样 几个月之后 梅生下了詹姆斯的女儿 詹姆斯加主的诅咒 也结束了 隐蔽出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我们正在遭遇的事物 其实会因为我们对待他的态度 和想法而改变 每一天 每一刻 我们其实都把握着自己的生命 虽然会有很多 无法预测事情发生 但是当我们选择 从积极的一面 去看待问题时 一切都会大不相同 好了 近到这里 请忽略我的普通话